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一集要教大家的是肉丸子应用料理 我使用了四方鲜卤的鲜奶油 来做浓汤还有马铃薯米以及马告 猪肉跟角肉大概一比二 你如果全部都要用牛肉的话 那口感会非常的扎实 我先把洋葱打碎 再混入蒜头 剥好皮的蒜头还有马告 再把它拌匀 先拌匀之后呢我再加一点盐调味 这个配方比例我大概用了一匙半 再加一颗蛋 我在这个配方没有加面粉 完全靠揉打 你也可以加面粉啦没关系 然后你看我影片中那个chusay 去把它揉成肉丸子 做马铃薯米的时候 我先用带皮的马铃薯下去煮 然后再剥皮 接着你可以自己调味 在这里我一样用了鲜奶油下去调 因为我等一下会有蘑菇浓汤的酱汁 所以我这里鲜奶油就没有放太多啰 就先煎我们的肉丸子 稍微把它表面煎起来就好了 不用到全手 然后你看我加入了洋葱还有蘑菇 还有牛股高汤 因为我要来煮蘑菇浓汤 如果你有那个搅拌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浓汤打匀打碎 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我这样 其实我觉得可以吃到 原型食物蘑菇的那个口感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我有加点点的酱油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解奶油的油腻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这个蘑菇浓汤你可以喝 然后也可以像这样子把它当成酱汁酱料 都很方便饮用 好啰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